我打工回來了 哦你放心 我這三年省事檢用 已經攔足了房子的首付了 臭迷宮你看著點 有些啊 以後離這種人遠一點 要把我們管 哎廖先生 你稍微舉高 配合一下 我們檢查啊 嗯 哇 現在還有大量金屬 金屬 我想是蛋屁 蛋屁 來人來人 啊 你怎麼可能會有偉金屬 我這怎麼可能會有偉金屬 好 我 怎麼可能會有偉金屬 怎麼可能會有偉金屬 沒有 你 Hertel 你ixo大怪大怪 二十九道弹黒你你到底什么人 呀呀呀呀呀但一足 你哎呀你快快放开我 放开我就是一个打工子你们这是干嘛呀 我老婆在家等我呢 放開我和我老婆在等高級 住手 墨將月機 恭迎軍令猴回歸 墨將月機 恭迎軍令猴回歸 軍令猴 你們是做人了吧 成為軍令猴 願征飛馬 身中二十九槍毅靈的 真正王岐功高蓋世 軍令猴之為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響 三年前 自您遇刺以後 屬下便一直守候在北中 今日 終於等到往上回歸 哎別別別 我跟你說的這個軍令猴沒有一點關係 我沒時間陪你在這裡胡鬧了 我老婆該怎麼著急了 王上 你有兵吧趕緊放著 就叫洛伐王上最該我死 神經 王上眾生好 看來是失業 同志正美戰部 給我派十萬將士 前來任主 爹 王總 老婆我回 新車家 你幹嘛呢 大吼小到什麼呀 又是大不了 我呢我不跟王總啊 想點業務 談業務 談業務他騎在你身上談業務 對 你小子 就是肖君臨吧 那個 我這啊 有一筆錢 拿著呀 這筆錢呀 夠你在工廠有三個月工資吧 你現在啊 趕緊出去 等我半個小時 一會兒再見面 喂 哇 你 這怎麼回事啊 這個見日 是我在外面跟別的男人亂搞 哎你小姐 告訴你這是我寶貝女兒 你多年打工不回家 怎麼著 你回來就發瘋啊 你不在家 還不能讓我女兒找別的留學 難不成在你這個處理學生 我雖然說三年沒回來 但是沈家家哪一回要錢 我沒有給他打呀 這麼傻瓜了兒子 不夠嗎 你跟王小雅 隨便買個包 不過我們在外面打了三年 我告訴你臭小子 守不住你這漂亮老婆 就老老實實的 當你的綠毛燜貝 恐男女 我殺了你 你 因為你 你 我 給你 你 王岐段 北风残 今日请 莫北无王庆 千下尽规矣 边城风火 四方告急 幸得天赐神将 力挽狂澜 三尺清风 剑斩王岐 今 赐山河玉玺 家人婚约 家封君灵侯 以示天下 左手江山 右手美人 封侯拜相 今日五 春五 千本开车瓦盒 拜 死了没有啊 想到 我竟然按他活着 幸亏你不死 不然咱们可做麻烦 人的麻烦 他刚刚没事 哎 看你这一臭 一顿脑子被打傻了 你是说什么胡话 三日之后 晚离婚协议书 是 在家里走 出 哎 你连在这 加西 哎 故技超臭 没我们家养着 老板来饿死 坏 你 你们 十万将是叫的 犯上迷茫 王上 您恢复了 北京现在怎么样 自从您展弹王岐 北京王岐已彻底王岐 如今 一生一盘散沙 再无反身的可难 那就好 只是 是什么 只是那天说风大典后 刺杀您的凶手 一直还没找到 另外 国主私婚与您的夜家公主 苦等您三年 整整三年 他一直没掀开他的外面 为何 他说他的盖头 天下只有萧君 才被掀 啊 是我们过负了他 月婧 你且继续带人 调查当年青年复活黑神 那 夜家公主呢 把他请到北周来 三年了 我还欠他一个交代 沈佳佳 你怎么还没有来 呦 这不是萧君林吗 怎么 为了跟我离个婚 还订了这么高单的西餐厅 花了你几个月的工资吧 我订在哪里跟你没有关系 离婚协议书带了没有 放心吧 老娘比你心急 一纸协议就像分走我一半的 怎么 老娘苦等你三年 扔点青春补偿费有错吗 苦等我三年 我看这三年 你过得一点不幸 哈哈哈哈 那是当然 这三年呀 我可是替你好好的照顾着家家呢 哈哈哈哈 哎呀王总 离婚协议书我可以签 只是我一半的财产价值万亿 我签了 你当真敢拿 小军林 你脑子瓦克了吧 你不会 在场里打螺丝 赚了几千个亿吧 哈哈哈哈 早就 你就不要信她的无法了 赶紧把这离婚协议给签了 别在乎的撒合跟她走吧 等会 我给你买一瓶 谢谢王总 小军林啊看到了没有 你看看人家王总 再看看你 这就叫差距 捏个婚给点分手费 鸡鸡歪歪 你那点存款啊 老娘还真看不上 钱啊老娘一分都不要了 好 我可以签 但是你别后悔 离婚新书为你签了 从此以后你我再无关滚滚吧 那你还坐在这等什么呢 该不会 要一个人喝闷酒 因为跟我离婚亏一整天吧 我是在这里等人 等人 你一个臭民工等什么人了哦 该不会是等你那群公友吧 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这地方可不行你和你那群泥腿子在这喝酒吹牛 小姐就是这里了 叶小姐 你来了 三年前 国主伺候那人是你吗 是我 可我听说 那人已经死了 既然他死了 你为什么还愿意糊糊等啊 因为我相信 枯树会发芽 铁树会开花 你我二人 则有山水冲逢那一日的 哈哈哈 哎呦 小军林 你晓得可以啊 这刚离婚 又结上了 大白天的装神弄鬼 什么年代了还盖个红盖头 肯定是奇仇无比 不敢见人吧 来 让我看看 这小娘子长的什么模仿 小姐的盖头 岂是你这种人都随便碰到 我家小姐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是 骂他敢对我动手 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劝你收回我吧 我家小姐姓叶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上京有几个叶家 圣经叶家 圣经叶家可是四大家族之一 不可能 叶小姐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跟这个大罗斯的小姐临在一起 不可能 经理来人呢 阿哥 阿哥 你们怎么搞的 怎么把这群垃圾都放进来了 还有这个小娘们竟然敢打我 立马赶紧把他们给我护出去 什么 他们居然敢动你 把 帮的 赶紧把他们给我撑走 不是请出去 是护出去 把他们给我护出去 你们难道不知道 今天是我包场吗 包场 师兄 好大的口气啊 小军林 你知道黄庭会所是什么地 就连我爹来了 也不敢说包场 是吗 是吗 难道你没有发现 整个餐厅就只有我这一桌 今天没人包场 哇 臭小子 还想胡啊 经理 赶紧动手啊 上 身为经理 连客人包场都不知道 把你们老板叫来 不好意思啊 我们老板在喝尸首吃饭 可没空间 你怎么在这 徐老板 你不是在喝尸首吃饭吗 还吃个屁的饭 刚刚有个大仰火 把酒店包场了 你赶紧去包场一下 咱们要以最高的规格解答 徐老板 包场的人 是他吗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位先生是电话包场 原本我也没在意 但 刚刚听释手说 那位大人物 要见叶家公 我才急送送赶过来的 叶家公主 是哪位 你连叶家公主都不知道 她是上京叶家三小姐 号称上京百年第一美人 风华巨大 清国清朝 旁门大族来上京提清党 能从城东 排到城西去 哼 总算来的有点坚实 等等 你刚才说 他是叶家三小姐 正是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徐老板 千万不要听他们在这装神弄鬼 赶快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这位小姐 能否掀起盖头 让我一睹真容 签认一下吗 我家小姐苦等三年 只有她的意中人 才能掀开她的盖头 叶小姐 这三年 我愧对于你 如今我已经离婚了 是时候完成国主的婚约了 先开这盖头就是医生与世 如果我很丑 也不能反过 你为我守候算 这份蜥蜴我必须 无论你长相如何 我都认了 小军林 许我叫小姐 能够一点聘礼都没有吗 聘礼自然是早就准备了 金条三十分 金总北贵走着一队 凯兰之梦钻石项链一条 豪华有请要递法 月季怎么看 叶小姐 时间仓促 聘礼可能俗套了一些 但是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请问 你能接受吗 岂止是俗套 简直是寒酸 只要是你的心意 我都不会嫌弃 小军林 我看你是傻子了 我见过蹭吃蹭喝的 还没见过蹭彩礼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看清楚了 这是发票 这些彩礼都是老子准备的 哼 差点 被你小子抢了风头 沈佳佳 你不是想要游艇吗 我来给你 想什么呀 真的是游艇 王总 你对我太好了 先问那游艇 王总说白 就不像某些人哪 连彩礼都要蹭别人 真叫做恶心 我说这些东西怎么这么死 原来是你 胡道 你小子说我胡道 有本事你给我整点高雅的出来 哎呀王总 咱呀不跟这种女生气 不知道 哎呀不像某些人啊 彩礼都要蹭别人的 估计在这吃顿饭 就要花了三年的工资了吧 哪有钱 在拼礼呀 拼礼到 小军林 我还以为你能搞出什么花样 结果呀 比我还俗 我好歹呀 还送点金银首饰 你呀 就只会送现金 现金一亿 支票十亿 迎 叶 飞 十亿 叶小姐 十亿现金 许你一事融入 你可满意 给我放手 谁允许你碰着的 你是谁 我是你爹 什么狗的东西 这十亿现金 是我给与飞妹妹的骗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先干的 什么 这十亿现金 原来是这位公子给的 不然 自我介绍 在下上京主家大少 周 彭氏也是与飞妹妹的亲 我们两个自小就定下了 我就说嘛 这肖军林 怎么可能啊 拿得出这笔钱 这小的 就像狗一样 什么东西 要操 与飞妹 三年前国主一直死 狠狠的打断了我们两个良缘家话 我以为 此时我再也没有缘分见面了 谁料 赐婚给你的那个人 竟然死了 既然他死了 我们两个又是青梅竹马一场 不如今天 这个红带的 这由我来掀你 楚云周给我滚开 我家小姐才不适合你什么青梅竹马 明明是你们暑假仗势气人 你嫁给小姐的婚姻罢了 三天下 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 谁说我死 是个什么玩意儿 楚少 别理他 他呀 就是我那个被武傻子前妇 哎 他不过就是一个 常理打罗斯的普攻罢了 整天呢 幻想自己成为什么大任务 哎 今天呀 他就跑过来 冒偷叶小姐的次婚对象 其实啊 他就是想贪抚叶小姐的高枝 原来 够一样东西 没自知之 就凭你配取叶飞 我不配 那你配吗 小子 出来问讲的是实力 讲的是背 看 这就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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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俗也敢拿出来侮辱叶小 三云你放了 月季三番几次 赶紧拿着我的屁里滚下来 小子 很精神吧 今天 看你怎么收场 小子 你可先批 有命 天理到 王上 在你家几个的帮我拍提醒 起来吧 呦 小军林 你还真会玩啊 现在快递送货上门 还负责说台词啊 快下开 让他开 让我们大家看看 成海地里到底能听到什么负啊 这 就是我的屁里 真可惜 真可惜 那国主对镇北军停定末北的最大奖势 反正有此令 即可在末北日历 任选良田三千里 作为营救 王总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个屁 嗯 小军林 我以为你会拿出来什么 美 结果就拿了个破玉玺 还说什么破玉玺可以换私人领土 我告诉你 古天之下莫非王土 那有什么私人领地 还有 你这块破东西 是在哪个地团朝过来的吧 就是 吓死我了 这原来真的呢 是真的 传闻中 国主曾赐给镇北军一块山河系 那可是国之重 整个大厦只有意义 不过此 绝不可以出现在此处 绝不可以出现在此处 我是真没想到 你一个打罗斯的 还挺有名话的 可惜啊 牛吹大 只会让人笑 就是 小军林 你说你伪造什么东西不好 非要伪造玉玺这种东西 要是传出去了 你是想让我家小姐扔火上身吗 聂小姐 别人的流言蜚语 我可以不予理 我现在只想问你 山河为理 江山为骗 这份礼 你可满意 小姐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呀 玉菲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 他就是个骗子 就是 像这样的土狗 哪能配合上叶大小姐啊 我愿意 就 我愿意赚你的心了 我愿意赚你的心了 深夜 我愿意赚你的心 跟一直有心 你会需要 我愿意赚你的心 我愿意赚的人 虎眠 最漂亮的 Parte 我的 Для你的 一定會誇人的 玉菲你難道沒聽到 他就是個農民工一個冒牌貨 郭主給你自婚的那個他早就死了 民工 民工又如何 我就算是嫁給林工 也不會多看你 好 好 葉玉菲你給我等著 告訴我 你始終是葉家的人 我以由不得你做出 現在看不起 鳳雲有你跪著求我的時候 我們走 他孝季 三年不回家 原來是被狐狸精給勾搭過去了呀 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說了你是騷狐狸 勾引不是老公 小七張姐 你啊 你敢打我 再找 啊 那我再投錢這就不想找 好不好 打我 別以為你是葉大小姐 我就不敢收拾你 那我倒要聽聽 你要怎麼說什麼 那我倒要聽聽 那我倒要聽聽 小七 葉大小姐又怎麼說 我今天早上剛剛得到消息 名震天下的君寧侯 已經抵達了南州 市首大人 已經特意舉行了歡迎酒會 酒會上 會選取一名本地家族 進行禁酒環節 而我 會代表汪家 對齊敬酒 只要一杯酒的功夫 我就能狠狠地告你們的狀態 你們要知道 君寧侯大人是什麼樣的人 他這樣都一度是無知 就能捏死你們 莫公這是真的嗎 當然 你就那麼確定 你有資格給君寧和 敬酒的資格 是公開拍賣的 在整個南州 誰敢與我王家正 我告訴你 反正 今天 你打了我的女人分巴掌 明天 我讓君寧侯 等我回來 走 他拿决令後來威脅你 你不怕嗎 我們爸不止一提 讓我最擔心的是 褲銀釗 他不會善罷甘休的 你是說 褲家 近幾年在上京如日中天 如果褲銀釗 拿褲家來打烊我們業家的話 我奶奶是不會同意我們的婚事的 而且 這個褲銀釗心胸狭窄 他還會暗地對你不應 你我乃國主自婚 乃不成業家 還能抗出不敦 私婚怎麼了 結了婚 還可以立馬嗎 只要我家裡不懂 你我之間 說永遠不會在一起 小姐 我想到一個辦法 剛才那王爸不是說 南州市 要敬禮還給君寧侯他人敬酒的機會嗎 咱們如果能藉此機會 接近君寧侯的話 說不定 說不定可以救他一命 對 君寧走 我帶你去進去 爺爺爺 我真的不需要給什麼君寧侯 那怎麼能行呢 你怎麼能錯過這次進步 只要搭上了君寧好 廚家就不會難死 可走吧 我帶你進去 小小姐 這麼漂亮 就是 我們這個男的穿的這麼細 真是鮮花 踏到油分上 小君 你們怎麼會在這兒呢 怎麼 就許你一個人來給君寧侯敬酒嗎 我帶來給君寧來 你們 王總 別跟這種人生氣啊 咱 不然拿錢 咱 朋友們安靜 大家安靜一下 各位 今天我們大家 能夠齊聚於此 就是爲了一個功夫的墓 那就是能 一讀 明滿天下的 君寧侯大人的風采 大家都知道啊 君寧侯大人的故鄉呢 就在我們南中 而此次回鄉 那是在士首大人的 極力邀請下 君寧侯大人同意啊 在這裏給大家召開一次 建議會 本公主啊 也是靠著一本努力 那麽今天 給大家爭取到了 與君寧侯大人 合影和敬酒的機會 不過吧 君寧侯大人 十五萬 今日合影和敬酒的機會啊 各自 只有一次 為了公平起見 這兩項活動 我們決定 以敬派的方式 決定人選 那現在我宣布 拍賣 與君寧侯大人 合影的機會 已拍價 一百萬 我跟君寧侯恨一張 豈不是能吹一輩子 其實吹一輩子 簡直是光宗耀祖 兩百萬 三百萬 五百萬 我出一千萬 一千萬 兩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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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了跟君寧侯合張影 雖然機會很珍貴 可兩千萬也太多了 這位小姐太有錢了吧 我甭走 快出嫁呀 我真的很想跟君寧侯合影 我真的想要 兩千五百萬 兩千五百萬各位 這位小姐你還有加價嗎 五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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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雨菲 你瘋了吧 就為了和君寧侯合一張影 你出五千萬 我高興 我可以嗎 王總 我家小姐出價五千萬 你加不加 王總 你什麼意思啊 等會兒 和君寧侯敬酒 我一定讓他下 恭喜葉小姐以五千萬價格 拍得與君寧侯大人合影的機會 給君寧侯大人敬酒的機會 機會幫你爭取到了 一會兒一定要把我拿出來 那麼接下來拍賣 給君寧侯大人敬酒的機會 起拍價 三十萬各位請出價 我跟君寧侯合影 敬酒也不錯 就是就是 萬一被大人記住了 說不定還能趁機點要了千年 我出一千萬 今天誰也不准給我爭 我就要和君寧侯敬酒 老子出一千萬 我看今天誰敢給我爭 我就要和君寧侯敬酒 氣拍價三十萬 他直接報價一千萬 瘋了吧 我知道那個女的還會不會出什麼 葉宇菲 你剛剛大出寫了五千萬 我看你拿什麼 五千萬 算大出寫 早期 這個是星河銀行的至尊黑卡 光是信用額度就有足夠一個億 至於裡面有多少存款 是我們能扣了 剛剛 我用五千萬拍下了和君寧侯合影的機會 現在呢 我就顯出了一分一 拍下和君寧侯進酒的機會 一個億 王總 你還加價 你還沒看過 喂吧 咱們家現在有多少現金可以動用 多一個億 一個這個 你別管了 趕緊都給我拿過來 對了 把咱們王家所有的房產還有公司證券全部拿過來 哼 也 親家倒產也要跟你玩到底 好 雷師傅 王媽 爸 我勸你師傅兒子 別到時候親家倒產了卻發現這杯酒 你竟然去 你給我閉嘴 你不過就是葉小姐身邊的一個小白眼 你有什麼特殼 這兒有你說話的份 怎麼回事 爸 爸 爸 我等會再給你解釋 咱們一邊坐 葉小姐 這裡是一億三千萬 你敢加嗎 一億五千萬 這是我王家所有傍償兩個億 你加嗎 三個億 加上我王家所有公司股票 五個億 夠了 下 不加嗎沒必要 那怎麼能行呢 你光是根據您和何眼勇章 又沒有說話的機會 必須要和我交 雨菲你相信我 讓他講 一會兒有他後悔的時候 我後悔 你開什麼玩笑 哈哈哈哈哈 小軍林 我告訴你 我王霸縱橫南州 靠的就是一個會喝球 待會兒 只要給我一杯酒的功夫 我就可以讓軍林侯成為我的哥們 我到時候 到時候 你們兩個都帶玩蛋 老公 真棒 咱們呀 待會再收拾他 還等什麼 趕快讓人上椅子吧 好 恭喜王總以五個億的價格 拍下給軍林侯敬酒的資格 來上座 郭主 君臨猴和弑守大人什么时候到 我都快等不及了 请各位稍等片刻军令猴大人马上就到 不用等了 这 现在可以上来进去 小君臨你干什么 那是军令猴的位置你别以为名字里头有军令二字 就是名正天下的军令猴了 赶紧给我跪下来 小君臨 我怕不是前两天撞到脑子撞傻了吧 别在这丢人现眼 我是跟老老子还想救救我 好高兴 我要你偿命 小君臨 小君臨 是让你和他合影的不是让你坐他位置的 你赶紧下来 你也给你军人现眼 你们说会不会有一种 我 就是军令猴 他 他要是军令猴 我到底是屎 小君臨 是个货色老男 你就是一个在场里打罗斯的背 整天做梦幻想起来这大人 我告诉你 你就是小说看多了 小君臨 你快下来 士守大人马上就到了 来人把他给我轰下去 士守大人到 在下南州士守参见王上 在下南州士守参见王上 士守大人 你你你怎么 拜错人了吧 他他怎么可能是军令猴呢 闭嘴 军令猴大人武功盖世 一箭展出北京三十年的和平文 如此千尊 岂能容忍你等小人在这儿平 并且 如此尊贵之人 一个形势激进 从不以权势压制 老公是 在车站背景 特出他体内有二十几片三片 我恐怕还不知道王上亲临 陆下招待不中还请见 无妨 刚才 是哪位拍到了向军令猴敬酒的机会 还不赶紧上前 王上大人我永远不是在他之前得罪你 我错了我杀我自己 我杀我自己我杀我自己我杀我自己 你原谅我 小经理我军令猴 你就念在我们父亲一场的父上 原谅我好不好 你做丫鬟 我什么丧活里头我都能做 都是我的错原谅我好不好 王上 我我以后我给你做事情你原谅我 我求求你了原谅我原谅我 不好意思啊 狗男女敬的酒 我不喝 狗男女敬的酒 我说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 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吧 我们我们毕竟 结婚那么多年 原谅我吧给我一次机会我再不敢了 我从来不给别人第二次机会 男人 把王八竞拍的五个亿 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是 师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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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我不敬了 你可千万不能把东西收走 千万不能 守走啊 师手大人呐 请您高抬贵手啊 这一切都是我们家这个 孔孝之子 他搞出的这一切事情啊 希望您能给我们王家 一条活路 求我没用 要求 这师手大人 他大人 哈哈哈哈 师手大人 他他他不会是安逃我呀 导致现在何必刚出啊 哎呀 笑的笑的 这这这 进展报处军连猴 不想活了吗 进展报处军连猴 死要命了吗 那死呀 就是 但这么丢了军连猴 他到底是什么人 大人 你这死也有达 我叫叶浆兴 我叫叶浆清 是上京叶家的大小姐 同时 也是雨菲的姐姐 叶家大小姐都来了 叶家可是上京开航前生的家族 何族都来了 今日来南州 本是受家族所托 男威妹妹贺喜 祝福他终于找到了国主 但是 你刚在外面听见 此人胆大包天 居然敢冒住居林侯大人 你難道不知道 居林侯大人已經死了三年了嗎 這什麼那個居林侯 他已經死了 原來你是冒充的 正是 三年前居林侯北征歸來 在國主為其進行授封儀式之後 便遭遇了刺殺當場身亡 國主為了穩定軍心 鎮壓北京那些瀟小 最終秘密化騷 至今已有三年之間 我岂不是 被他給騙了 小君臨 你可知道冒充英烈是何重罪 葉小姐 國主既是秘密 你又是知道君臨侯已經死 難不成君臨侯的死 跟你們夜家 難不成君臨侯的 跟你們夜家 小君臨 你冒充君臨侯也就算了 竟然還等忘憂夜家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夜大小姐 就是他 他竟然敢冒充君臨侯 夜大小姐 趕快給我收拾他 就是啊夜大小姐 替我們做主人啊 那來的圖口滾一把 小君臨 你可見你在這忘憂我業者 該當何罪 你夠了 小君臨是正美君出身 君臨侯一直是他的偶像 在他剛剛才一心想要模仿君臨侯 我說的對吧 君臨 綠菲 現在是他模仿蕭君臨的事嗎 現在是他忘憂我夜家的事 虧奶奶還不遠前你讓我來為你喝喜 如果讓奶奶知道蕭君臨是這樣的一個人 還不得被替死啊 綠菲 後天就是奶奶的八十大獸 回不回去 小姐 奶奶從小對你最好了 你肯定點回去啊 可是 君臨你敢不敢跟我回去見奶奶 我有什麼不斷 他是夜家的長男人 剛好三年前的有些事情 我還要問問他 那我奶奶很兇呢 你不怕 沒事 喂你瘋了嗎 這麼丟人線的玩意 你還要帶他回去 你就不放鬧出什麼笑話來 君臨那你答應我 到時候見到一三人的時候 都客氣一點 好嗎 好 你先回去我還有打個電話 誰要跟你一起走 王八一行 剛剛要你做的事情 繼續 剛剛要你做的事情 繼續 不知臉書的東西 趕緊滾出去 哎好好 好吧 散了散了散了 你都給我滾 最近 去我辦公室里幫我拿點東西 皇上 什麼東西 當年從莫為神泉帶回來的天珠酒 天珠酒 皇上 您是要接待外國總統嗎 後天要去拜訪葉獎 到時候多帶來 那 接多少 二兩 出家人到了嗎 還沒有 趕緊去看看 哎呦喂 我的好姐姐 哎呦喂 您終於捨得帶著您寶貝夫婿來了 我聽說 他之前是在城裡打螺絲的吧 而且 前天還在南州冒充區明侯 鬧著大笑話 姐你真確定帶他進去啊 他是我的男人 我為什麼不能帶回家 當然可以 但是今天來的可都是上京的名流富商 到時候姐夫在鬧出什麼笑話 可不好收招啊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好心提醒你還不領情 柯小姐您終於來了 您哥哥楚仁舟呢 我今天有事 就一趟我來參加老太天的寿願 那傢伙就是葉宇菲古等三年的老公嗎 對就是他 姨父沒見過世面過 真想 我沒必須要看上鏡頭 走吧 咱們先進去 俊妮 你出身低微 待會進去一定要低調一點 我們家的人說話很能聽的 放心吧 我不會的 這是我幫你準備的禮物 你出次登門 等會把它送給奶奶 玉菲 我帶了禮物的 你那點禮物怎麼拿得出手呢 拿著吧 走吧 手禮物的禮物 女лена 好 好好好都坐下吧坐下吧啊 楠楠我回來了 坐吧 哎 那邊是身價十億的人坐的位置 那邊啊是身價百億的人坐的位置 那不能做那不能做 那我们坐哪里 像肖妹夫这种 常理月薪三千的人啊 恐怕只能在门口那边坐喽 你们叶家的寿宴 难道算是要身价来起来 那是自然身价越高的人 就可以坐得离老太军越近 像这个位置 就是身价千亿的富豪的位置 那像我这种身价万亿 是不是可以坐在老太一上一 大懒 叶家这么说话 你在干什么 奶奶对不起啊 俊丁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了 雨飞 来把我这边坐 我们家雨飞 好像没怎么得罪你吧 不要总是在这里找到了毛病 好了好了 不要管他们了 既然宾客都已到齐 上酒吧 今天难得 各位都出府过来 参加老师的寿宴 这是老师啊 珍藏多年的毒糠酒 特地 最近拿出来购物 今天啊 大家一定要尽兴啊 哇 这难道是前期日子 拍卖的那不康 据说拍卖价格都达到了一千万匹 这种好酒 徐老太军都舍得拿出来 你招待客人真的是才大起足啊 好来来来干干啊 哈哈哈 小经理 你为什么不喝呀 这酒一股散装白酒的味道 我喝不惯 什么意思 你竟然敢说我老太军 花一千万买来的酒是散装白酒 妈 害这小子成心来捣乱 就是 两手空空的来我们叶家参加寿宴 真是不懂礼仪 军林他带了礼物的 在下初次登本 特送齐南陈香饮 祝老太军 名神安康 千年永续 齐南铅 这传说中 一颗价值三万块钱呢 你记得齐南香 真的价值上千万吧 这礼物 算送的有点品味 肖军林 你这第一次上门送的礼 是让你老头来给你来的 清清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这礼啊 根本就不是他肖军林买的 是叶宇飞私下为他准备好的 宇飞妹妹 你该不会以为 你这玩意买了几年没拿出来 我就忘记了吧 肖军林 你好歹也是个男人 你要是真不行的话 带点土特产也行啊 是不是让大家 谁说我没带的 这就是我带的 这这难道是极品清花瓷 我看着那花纹 有点像宋奈如瑶的瓶子呀 三瓷瓶 做工如此精细 难道 真的是老瓷瓶 老三 把瓷瓶拿过来我们介绍一下 小经理 难道最喜欢古董了 你要是敢送一个假的来红奶奶开心 那你可不可以干了 这历程 有多少少 花纹都有些残琴 这才能把我如此完全清晰 妈 这如果真的是大宋 那的价值上千万呢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可是宋代的军词啊 你怎么给摔了 什么狗屁宋代军词 你自己看看 这平底写的是什么 小经理 你不会在超市买一个大陆货 来糊弄老太军吧 我就说这屠狗哪来的钱买宝贝 原来啊 是在超市里买的瓷瓶啊 你当我业家是什么地方 陪我白高兴一场 都被你给骗了 玉杯 你都找了个什么人回来啊 谁说我送你 什么意思 你们难道没有闻到 这很香 真的好香啊 有股美酒的香气 我都快醉了 这是哪里来的香气 难道这瓶子里装的是酒 正是 原来你送的不是瓶子 是瓶子里的散装白酒啊 奶奶今天才给大家喝了几品汤 而你这个酒 敢不敢拿来说说 这是漠北王庭举世闻名的 漠北王庭内有神泉 相传 这神泉每月只会滴下一滴泉水 由于太过难得 则被称之为天珠 这用天珠酿的酒 则被称之为天珠酒 这天珠酒不仅富裕甘甜 喝下之后 则可使白骨生肉 枯莫逢春 摆并泉 这漠北天晴犹在之时 一两天珠酒卖到大厦 可以卖出百亿泉甲 我今天足足带了二两 却被你们这一次罢了 老太军 我看你一直坐在那里同位起身 想必是双腿有 恐怕现在站起来 都不困了 老师你双腿残疾已经多年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你还不赶紧趁着地上的饺子会干 谁来舔他 小军林你疯了 你已经叫我叶家之主 上京三大家宗之一叶老太军 舔地上的脏酒 你说是何巨蟹 就是 就算这个瓶子你装着剩甜的 但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难得你想 故意是羞辱我们叶家吗 叶家这女婿胆子也太大了 找了一个这种女婿 真丢脸 小军林 你这样得罪老太军 你是想害死我女儿吗 军林你怎么不早说呀 换我拿出瓶子 到老太军将其摔碎 你们叶家给给我开口的机会 够了 来人 把这个满腿湖外的东西给我扔出去 等等 叶君把地上的酒给我收集一些上来 哇这小子疯了 难道你也疯了吗 这酒已经都撒到地上了 难道你还当着京都所有世家人的面 喝脏水 你知道 我这双双腿 腾成什么样子了吗 我这地上的酒味 跟我多年前参加国宴上远远闻到的天猪酒 味道一模一样 如果这地上的酒真是天猪酒 那喝上一口 并能使我的双腿重新站立起来 也是地上的脏水 我也要喝 老太君 且慢 他送的根本就不是天猪酒 慈家以来为何老太煮烧 难不成两家关系缓和 要强强联手 叶老太祖的面子真大呀 這位小姐你又是誰 連我都不認識 你只不過是一條沒有見識的毒肉罷了 她是蠢銀中的妹妹 上京楚家的二小姐 原來是楚家的二小姐 放心 我對你們這種三六甲 太了解了 大膽竟敢說我楚家是三零甲 你又算個什麼東西 不要再爭了 楚小姐 你說這酒是假酒 到底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 因為市面上現在根本就沒有天珠酒 天珠酒產自莫為神 自從三年前君臨侯征服王庭之後 鎮北軍就將神圈徽 自此之後 這世上 再天珠酒樓出了 我說很多人都有聽過天珠酒的教員 原來是封存了呀 以前天珠酒每次拍賣都轟動一時 最近三年 確實沒有天珠 換言之天珠酒已經決定 之前流出的天珠酒早已被用作國宴招待 消負了 所以 小君完全就是在胡說 好你小君臨 竟敢戲弄老神 三番五次對葉老太臣不見 葉宜妃 帶得他什麼人回來 咱們葉家本指望葉宜妃這一樁國主賜婚獲得一些希望 結果他就帶回家這麼個晦氣的東西 你說怎麼處置 偷出葉宜妃下全年分紅 向蕭俊麟雙腿大半扛出你 誰吧 蕭俊麟雙腿大半扛出你 你不過是上京的一個附家小姐 為什麼會對鎮北軍遠征墨北 封存神權的事情知道的這麼久 因為我家在鎮北軍內有大人的福祉 自然是知道一些運氣 蕭俊本就是大 這下竟然又跟鎮北大人公有關系 蕭俊前能打仙良 看來蕭俊要登頂上京三大家族之神 那這麼說 君臨猴已死的消息 也是你透露給葉家的 是我又怎麼樣 這跟你送甲酒有關系嗎 當然有關系 而且還有很多 你不過是常理打螺絲的廢物 我們這些世家大陪的事情 我勸你還是少打聽 你有這閒工夫 我都指示一下 為什麼信口開河 你甲酒 來糊弄老太君吧 那是因為我送的根本不是假的 墨北神權被封存一事確實 但你是否又知道 在神權封存之前 曾有一人將神權50年的禪 全部去除 這件事情 我當然知道 而且我更知道 取走這存酒 正是名正天下的 當日王庭覆滅之時 只有君臨猴一人 單槍匹馬殺進王庭之內 傳說 君臨猴好酒 便將這神權50年存酒 全部取 當作自己的戰品 現在 你說這酒是你取的 莫非你就是君臨猴 正是 小君臨 你才在南州犯了病 現在又來 我早就聽說這小子有妄想著 沒想到果然名不虛傳 好 你個小君臨 在南州行騙不成 又跑到往上就來行騙 以為這些世俗大家 都是南州那些沒有見識的傻子嗎 小君臨他也是胡說的 飯不就不吃了 我現在帶他走 杜小姐 你口口聲聲說君臨猴一死 那他的失守 我當然見過 我不僅摘養過君臨猴的魚 而且我還有幸拿到了君臨猴的一份遺産 這正是君臨猴 生前珍藏的正品天珠酒 今日夜老太君八十大壽 我廚宇代表楚家 特此敬謝天珠酒一地兒 恭候老太君 弓服齊天 壽 南山 楚家也拿出了天珠酒 這是不是真的 都說了從君臨活的遺物里能住 還能有獎 好好好 就拿上來 楚小姐有心了 老神在此多謝楚家 媽 你感覺怎麼樣 你站起來看看 對呀 不說這一杯天珠酒治百病嗎 我們這酒的味道 跟之前國宴的酒也差了許多 楚小姐 這酒真的是天珠酒嗎 當然是 那為什麼有傳說當中的功效啊 那是因為傳說中把天珠酒化的太過了 什麼枯木逢唇白骨聲音 只不過是一間民間工坦 天珠酒說到底只是一種白酒 當不得藥 當不得藥來喝的 大錯特錯 這天珠酒的功效 遠比傳說中的更加神奇 這老太君喝了沒有效果 那是因為 你送的才是假酒 你送的才是假酒 你敢說我送的是假酒 你動動你的腦子想清楚 我可是上京楚家 你也不想想 我會在這種場合 假活嗎 褲小姐息怒 她呀就是一條瘋狗 逮著誰都想咬一口 千萬別理會她 就是 小玉琳 你口口聲聲說 楚小姐送來的是假酒 那你說真正的天珠酒 她在哪裡呢 當年所有的醉酒 都在我的辦公室裡 天哪 我沒聽錯吧 你說 那價值百億的天珠酒 在你的辦公室裡 玉菲 你看你帶帶了什麼人回來啊 這葉家那人 都快讓他得罪光了 葉老太君 在下先前以為 君林侯的死 與葉家有關 所以說話一直不太好聽 還望老太君見諒 在下為了表示歉意 現在馬上讓人 給葉家送來 三斤正品的天珠酒 三斤 小君臨 我瘋了吧 三斤天珠酒 那得價值 上萬億啊 小君臨 我看你腦子燒糊塗了吧 那天珠酒 我必須用墨尾神泉汁水 才能釀造 那神泉每個月才能滴下 那麼一滴泉水 你張口閉口就要負面三斤 那可是至少三十年的產量才夠 你知不知道啊 葉君 從我辦公室裡再接三斤天珠酒 五分鐘之內 給我馬上送到葉家 電話我已經打了 左右不過五分鐘 各位請稍等 我還沒聽到 玉菲 我當初就讓你拒絕掉國主的自婚 老老實實的嫁給出家 你非不聽我的 現在可好 你又找到什麼玩意兒回來 你趕緊的啊 趁現在還沒和他成親 把規約退掉 嫁給楚公子去 嫁給我哥 抱歉 你們葉家沒有這個機會 你家葉玉菲 現在算是個二婚 誰知道他那兩天在南州 跟這個蕭君林一樣的農民工在那幹了些什麼 他若成二歲 那我哥起不成了農民工的接盤俠了 那 那楚小姐你想怎樣啊 很簡單 你帶上你家裡 到醫院燕名正身 整營開頭 再帶三個億到我楚家 讓他在我楚家門口跪下 和三個小童道歉 再來談嫁給我的事情 楚小姐 你這分明是刁難我家女兒 我怎麼能算刁難你們呢 是他葉玉菲 先要和這個蕭君林在一起的 現在又想嫁入我楚家 把我楚家當出什麼了 想進就進 想說就說啊 諸位 你們覺得我說的有沒有道理啊 楚小姐說的對 葉玉菲就該給楚家道歉 這要求我看一點也不過分 葉老太君 你說呢 玉菲 你就按楚小姐的意思吧 我清清白白 為什麼要給楚家道歉 再說了 我從來沒有想要嫁進楚家 我已經有男人了 玉菲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就算道歉 也該是他們道歉 人呢 把京菲我趕出去 七星戰神 月姬大人到 不 巡天特首都到了 南無城葉家在正北軍也有威勤 才如此說來 葉家實力絲毫不輸給楚家 不愧是上京三豪門 地獄 完全不再醒醒 在下葉君 不知月姬大人家道 失禮 失禮 老太君今日受惩 月姬遲來吧 來往前面 哪里哪里 老神哪敢怪罪 月姬大人呢 真是老神行動不便 無法起身迎接月姬大人 還請月姬大人 您不要怪罪才好啊 葉家面子也太大了 月姬大人說話竟然如此客氣 雖然葉家老爺子走得懂 但是給他們留下別人賣 恐怕還給我葉家用上三十年 小君臉 看到沒有 最後就是我葉家的事 看得見摸得著 不像你 為口口說白話 這位小姐 你搞錯 剛剛只是一句客氣話 我今日來 不是為葉家 我說你們葉家真喜歡自作多情 月姬大人 乃鎮北軍部出身 怎麼會因為你們葉家而來呢 你的意思 月姬大人 是你請來的 怪不得月姬大人不請前來 原來竟是看在楚小姐的面子上來的 楚家背景果然根基深厚 你遠遠把我葉家甩開啊 楚小姐 您今天能光臨我老身的大壽 是乃三生有幸啊 以後啊 還忘了楚家多多提携我葉家才是啊 葉老太君放心 那是自然 葉雨菲 看著 現在的楚家 已經不是你想像的 給楚小姐道歉 明天帶上批女 上門做楚家的媳婦去 奶奶我 怎麼 你還不願意 且不提我楚家在正北軍部的背景 光是月姬大人能夠到來 就足以證明我楚家的地位 是吧 月姬大人 你是哪 我認識你 月姬大人 我是上京楚家二小姐楚瑜啊 你應該認識我 行 不好意思 這種三零下 沒聽說 啊 弄了半天 月姬大人不是為楚家而來的 月姬大人 今天既不是為我葉家而來 也不是為楚家而來 敢問 那你們是為誰而來呀 我告訴你拜金朱雲侯 他真的是軍林侯大人 軍林侯大人不是在三年前就已經被 其身亡了嗎 軍林侯武功蓋世怎麼可能 我讓你帶的東西帶來了 我想都準備好了 因為害怕不夠 這一次我直接裝了五金 郝太郡 五金天珠玉釀 賀您八十大咒 紅服其天 您個滿意 滿意 滿意 慢著 你說這是天珠酒就是天 有本事 有本事打開看看 好 哇 好香啊 這可比楚小姐送的那瓶酒香多了 肯定是真瓶 楚小姐 我不僅讓你聞了 我還要親自給老太君敬一杯 讓你看看 什麼才是真正的天珠神鏡 倒酒 啊 啊 老太君 感覺如何 老生感覺 這酒喝下去以後 我身都還癢癢的 這酒喝下去 我帶你 媽 怎麼樣啊 媽媽 老太君他 他站起來 院都燙我多年 竟然能重新站起來 太不可思議了 媽你們站起來了 妹妹你小心點 你沒事了 沒事了 我的腿沒事了 媽 這年送的酒 起效果了啊 老太君 你終於又重新站起來了 多謝軍令侯大人 賜下深酒 使老生雙腿能重新站立起來啊 以前 老生對軍令侯大人多有誤會 還請你多下諒解才是啊 小 小大人 以前我們業家永遠不是太閃 教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我們一般見識啊 妹夫 哦不不 小大哥 都怪我這個人天生最賤 之前說的話都當不得真的 你千萬別跟我一般見識啊 我承諾的天主酒銀送來了 蘇小姐 你是不是還欠我們家雨菲 一聲道歉 可以忍夫 所有世界徹底孤立了他們寵家 孤立寵家 夜老太君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夜家他有這個實力嗎 哈哈 夜家有軍靈侯作陣 你敢跟我們鬧 哈 白痴 小大哥別搭了他們 我們啊還是來好好談一談 你和雨淫淚的婚事吧 哎對 現在啊大人你和雨淚的婚事 是我們夜家的頭等大師 咱們現在啊不 明天就把你們的婚事給辦了 這麼說你們是認可我跟雨淚的婚事了 認可認可小打人一出手啊 便是五金天竺玉釀 我小小的夜家能高攀上您 實在三生有幸啊 哪敢說半個不字啊 哈哈哈哈 哎 這酒還不能交給你們 我曾在鎮北軍中許下諾言 帶北征歸來 請兄弟們碰一杯酒 但是北征一戰 許多兄弟或是來不他鄉 或是 這酒我要先帶給他們 但請老太君放心 我許諾給夜家的三軍 待婚禮之日 我定分毫不差 啊 沒事沒事 就按小大人的意思吧 哈哈哈哈 對對對 這田竺玉釀啊 確實該先拿去靠王那些北征的將士們 咱們夜家不急不急 那好 今日便到此為止 呂飛 慢走慢走 小大人 咱們家這回可有一個好女婿了 咱們夜家忠心有望了 哈哈 還不是我從小把雨對教育的好 咱們家才會有這麼好的機遇 你說是吧老大 好了好了 都是一家人 不要說這些了 眼下當務之急啊 是要籌備 女婿的婚禮 哈哈哈哈 我看你們夜家一個個是不是高興的太早了 初雨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都說過 小君 你根本就不是君靈猴 人家怨姬都已經承認你的身份了 而且也帶來了天竺酒 你在這裡怎麼這麼嘴硬 我看啊 他就是幾組君靈猴和我們關係好 在這兒酸死了吧 那我問 為什麼他又把天竺酒 帶走了 小大人不是說 要優先犒勞鎮北軍的將士們嗎 對 小君靈就是跟隨君靈猴征戰北境的仗士之一 而且他只是一個小兵 這怎麼可能 如果他只是一個小兵的話 那月姬大人 怎麼可能會對他眼睛寄從的呢 在鎮北軍中 就算是做飯的火鍋 平日裡遇到麻煩 君靈猴只要有時間 必定親自出馬 為其撐腰 他蕭君靈就是征戰的老兵 雖然身份力下 但是月姬大人 為了繼承君靈服務一致 為他演一出戲 自然不成問題 蕭君靈到底 這麼小小一個人情 就把你們葉家騙得團團算 還把葉雨菲這麼大一個美人騙到你手裡 現在說得偷偷是道 剛才怎麼一句話都不敢說啊 是啊 月姬大人 既然鐵了心要幫他演這場戲 我又怎敢當面戳穿他呢 奶奶 你別信他 我看他就是在那挑爆我們和軍靈猴的關係呢 蕭小姐 你說這些空口無憑 難令老身信服呀 你信不信無所謂 反正三天之後 就是君靈猴大人的亮相儀式 到時候一切自見分析 什麼亮相儀式 君靈猴大人常能爭爭 其身份保密 相貌更是寥寥數人之小 君靈猴大人以王不三年 國主不忍再讓英雄於你 便受益 為大人舉辦亮相儀式 而我托我家那位大人的福 承辦這場儀式的人 正是我楚家 什麼 拚開君靈猴大人的容貌 不是說密不發喪嗎 再密不發喪 也不可能一直掩蓋下去 怎麼說君靈猴真的死了 廢話 若是君靈猴大人還活著 他的身份就是秘密 你能隨便公開 小君靈我真是個小兵 我看他連個小兵都算不上 只是碰巧名字君靈二字罷了 在軍中啊最多算個活夫 哎呀那我們剛才都被他給騙了呀 我都看這小子不對勁 我還上了錢跟他扒起他 呸這個蕙子 哎 楚小姐 我們剛才啊 都被蕭俊靈那個廢物給騙了 剛才說了很多冒犯楚家的話 楚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和我們計較 我代表葉家 給您陪禮道歉了 道歉 算了 你們葉家剛才不是要 顧慮我楚家嗎 從今天起 我楚家正式宣布 整個上京 若誰要敢跟葉家再有生意上往來 那就是跟我楚家作對 更是跟我楚家背後的大人物作對 誰小姐 楚小姐 留步 楚小姐 哎呀完了完了 我們葉家完了 喂 王行長什麼 喂 喂 哎呀 奶奶 好了 剛才銀行的航長打來電話 他說我們家那個貸款資質 出現了問題 那筆三百億的貸款 人家不批了 這銀行貸款要下不來 咱們葉家以前的項目就全完了 老三 都怪你家那滿嘴胡言的女婿 這回得罪的楚家 你說到底咋辦 老大 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一個人吧 最起碼 他還治好了老太君的腿啊 這 這雙腿能用葉家的命重要嗎 葉家 小君搞得忍忍拖起風雨飄搖 你們說這該怎麼辦 媽 我們現在就去找孝君臨想解決辦法 他如果想不出辦法呀 就讓他去楚家磕頭賠罪 還不堪去 齊大人有何吩咐 良相已失的事情 籌備如何 一切順利三日後便可舉行 只要一時半午 君臨喉這個名 就會徹底再由你 成為歷史了 對了 有件事請您幫個忙 說 剛才我在葉家有個鎮北的老君一直在找我 還能請您出手幫我 調查 小事一撞 只不過 在亮相一時之前 我不變龍 我派一個高手來做 多謝齊大人 小君 敢惹我 你的死 到 發生了 我想說 你沒問題 是嗎 你還要 我還要 你们还干个骗的婚礼 玉飞 你不要被这家伙给骗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军令猴 他不过是珍贝军令一个煮饭的伙夫 现在就是因为他 让楚家宣布全面开始打击业家 我们业家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 你还用心思在这里和他亲近我我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小军令 你在骗我 我没有骗你 肯定是厨宇又在背后宣服掉 人家晒风点火 三天后人家就要给军令猴大人 办亮相仪式了 难道你非要等人家军令猴的相貌 公布出来 你实在装不下去了 才肯罢休啊 亮相仪式 有点意思 好了 吵什么吵 现在当务之急 是我们业家的事情该怎么解决 玉玲啊 你不是认识那个月姬大人吗 你看 我们给他打个电话 请坐在帮帮我们也家 哎哎哎 你当人家月姬大人是他的跟班啊 一个电话 说让人家帮忙就帮忙 哪那么容易 不好意思 月姬大人 还真是我的 军令 我知道月姬大人可能欠你人气 但是已经从正北局里退出来了 就不要麻烦他了 夜家的事情 我有办法 月飞 你你有什么办法 几年前 我拿到过洛克菲勒集团董事长 戴维斯的名片 我给他打个电话 看看他能不能帮帮忙 洛克菲勒集团 那可是外国的大财团呀 他会帮忙吗 正是因为他是外资企业 是啊 他不会被储家左右 只要我们谈好条件 说不定 说不定他们会出手的 可是 我听说这个洛克菲勒集团 居心破测 几年前 他还从策划 要爆破大厦金融系统 最后 是军令侯大人出手 才把这个事情给打压下来的 你们现在去找他们 他们会不会因为当年的事情 对我们怀恨在心 不愿意出手帮我们呀 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顾起一时 喂 您好 请问是戴维斯先生吗 是我 我知道你要的东西 一会儿来公司见了 好 那我马上过去 雨飞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可以提供五百亿的贷款合同 现在就可以放款 五百亿 这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我们叶家有救了呀 哎雨飞 他们什么什么时候给钱合同啊 现在就可以去 现在还等什么赶紧去啊 好我马上过去 哎雨飞我陪你一起 你个废物 你跟着去干什么呀 没关系的吗 跟他真的去吧 正好可以带他上找见识 走吧 洛克菲勒集团是国际金融巨团 戴维斯先生 共是全球富豪排行榜前时的大人 待会说话一定要注意一点 知道了吗 知道了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触景生情 想到了我上海来这里 就是你们 要爆破大厦金融系统 老命呀大人探 我们再也不看了 这回只是给你们一些教训 再有下次定战不着 你该不会真来过这 很多年前的时候 那你说说 你上次过来是做什么的 都过去了 不读为提 哎对了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进去吧 好 那你在这里等我别乱跑 嗯 随着 跟 丹威斯先生你好 我是叶家的叶雨菲哦 叶小姐来啦 哦 其实你请坐 请坐 你请坐一下 这是我们给理工具的啊 可以看一下 好 手痛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有点太过于丰厚了 这可以多看一下 大卫斯先生 您的意思是 可以为我们叶家提供五百亿的资金 而且一分钱利息不要吗 是的呀没错呀 那我就签了 叶小姐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脚点 必须你听我的 我听说你们叶士集传 之前开发了一款软件 软件的数据库 送了几千万人的个人资料 数据库里的资料 别虚 不好意思 那些属于客户的意思 我们叶家不可能 叶小姐 方式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嘛 只要你信息一下帮我把资料传过来 我把贷款合同给你加到八百亿 抱歉 出卖客户隐私的这种事情 叶家现在已经被出家打压了下一条 我能各个自私的跟你谈条件 那是跟得起你 结果你竟然敢给我买脸色 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求我 求你 别虚 你痴心妄想 那么多数据都是客户的意思 谁知道你们会拿它干什么 戴维斯先生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就没得到 只要你在这上面 我保证整个圣经 没有你业家的隶属基地 怎么了雨飞 口头没参加 嗯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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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但是 但是啊 我是欧先生的的偶像不不不不不 小先生是我的偶像 小先生当问的话 你跟叶小姐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啊啊 我老婆啊 你咋回 你想點坐坐坐 來來放他哎他就不用了 我先看看核心給你 綠菲 這個合同還不錯啊 怎麼沒簽合同裡有個附加條款 他讓我們把業家輸入戶裡幾千萬 客戶的隱私把貨賣給他 嗯今天這會不會的 不會不會的 本來不是這樣不是這樣的來來 這個需要改我們會改掉別別別 別了別了 董事長 按照這個要求就是給我來一個 董事長 你瘋了快點啊 哦耶謝謝你來 馬馬馬上遇見了 董事長文件你好了 啊要小心 貸款額度一千億七千九十九年 是 利息是 負百分之五 戴維斯先生 你沒搞錯吧 沒寫錯真的就是這樣的 你們不僅要借給我們錢 還要倒給我們利息 屁業小姐 能找到我們的集團 真的是我們集團的榮幸 我們給你們的利息 是應該的 我覺得這個合同挺不錯的 雨菲 簽了 那好吧 合作愉快 小先生 耶小姐 方便我們去吃個飯吧 不用了 家裡呢還等著這個合同就行 那我送你們吧 但我找到了 米菲 Approf 董事長 請你以後遇見什麼事情的話 几個時間的話 聯繫我 我們杜河家 非常歡迎你們 好了 就到這裡吧 那那為你們去怎麼來的呢 我們是打車過來的 打這太麻煩了 小先生 我問一下 還有什麼吩咐嗎 以後收起你的小信息 老老實實的做事 我联 countdown 那你也没什么事 我先走 你们慢慢走吧 小军林 这个戴维斯又是改合同又是送车的 态度转变了也太快了吧 你老实交代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这个戴维斯 以前被郑北军出面孝顺过 他也知道我是郑北军属身 所以就有所忌惮吧 这样说来好像有点道理 好了咱们现在赶紧把合同送 好 是你致死 你们说该怎么办吧 妈 这个您别着急嘛 我相信宇飞一定会把合同传下来的 老三 你女儿爱做梦 你怎么也能做梦 那洛克菲勒那是什么解 前年我去找人家合作 我和青青去了 结果连门都没让我们进 怎么会跟你家签合同 就是 宇飞还是带着萧军林那个费用一起去的 恐怕还没走到人的公司门口就被拦住了吧 谁说我们被赶出来了 林飞怎么样 爸 活动团好了 团好了 这 这真的是洛克菲勒集团的贷款盒咯 当然是真的了 难不成还有假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看看 借款金额一千亿元 借款期限九十九年 利息 套贴五个点 宇飞 难道这真的是你钱的合同 我说老大 你难道不认识字吗 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女儿的名字 你看不出来啊 啊 我就是确认一下 妈 咱们家可有救了 看看 来 有了宇飞这份合同 叶家总算可以走出危机了 哈哈哈哈 老三呢 之前 说过要扣除你们家的分红的事情 是我一时计划 你给我心里去 是是是妈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有了困难 应该一起想办吧 啊 对 一家人应该多团结点才是 是 清清啊 你以后啊 要多给你妹妹妹搞好关系 多多向她学习才是 我向她学习什么 学习她怎么出去卖啊 你胡说什么 别切心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奶奶 你怎么不好好想想 人家洛克菲勒这么大的集团 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 给咱们家这么优厚的合同 这又是贷款 又是倒贴利息的 这分明就是送钱 你想想 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那 你的意思是 我看啊 怕是宇飞妹妹 在人家总裁办公室里 付出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代价吧 叶清清 你 我什么我 哦 真是没看见 妹夫还在人站着呢 小金林 真是不好的意思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可能伤害到你的自尊心了 你在办公室外面 听着宇飞妹妹和别的男人谈生意 心里应该挺难过的吧 哦 对了毕竟这种事你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应该早就习惯了吧 叶清清 我劝你最好闭嘴 怎么啊 我戳到你痛处了 真看不出来呀 你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弱者的话 我从来都不在意 但是你拐问墨家的骂雨飞 那就是找死 哎呦呦 我好怕呀 我还就说了 能怎么着 你还敢当着我奶奶的面打我不成 打你就打 难道还要翘日子不成 小金林 你竟然敢打我女儿 我让你偿命 够了 现在正是多事之求 我叶家在外面被楚家打压也就算了 自家人还闹成这样 成何体统 虽然有与飞带回来的这份合同能缓解燃眉之急 但长远看 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呀 我听说今天晚上八点除雨要在天际酒店 召开联盟大会 邀请各大世家组成商业联盟 共同对付我们叶家 这是我们和楚家缓解关系的最后时机 一旦联盟形成 我们将为各大家族彻底抵制 将彻底陷露 万劫不复的境地 与飞啊 你今天晚上带上重礼 去楚家等门道歉吧 什么 妈 他们成立商盟的目的 就是为了对付咱们叶家 今晚如果去的话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是啊妈 咱们要今天晚上过去 那楚家肯定会百般刁难咱们的 那你们说怎么办 那 对 叫夜行行去 反正 我们家雨飞是不会去丢脸的 就是我还有脸吗 我的脸都被你们家那个暴力款给打肿了 焦雨琳不是厉害吧 要去你让他去道歉 去楚家 当然可以 我正有此意 军林 除以上次在你这里吃了亏 你还总能跑去找他干嘛 好 军林 没想到你平时爱说些大话 关键时刻还是你担当的 只要你今天晚上能替楚家 阻止他们结为商盟 我就认你这个孙女婿 让你堂堂正正 敬我们夜家 老太君 此话当真 老神说话 节目戚言 那我也跟你打个赌 如果你今天能阻止楚家结成商盟 我就为今天的事情给你道歉 并且喊你一声萧哥 好 那你可要说到做到 军林 今晚这一趟 毕竟是大凶险的 会丢大人的 这样吧 老婆去 我反正一把年纪了 你别去了 爸 你别管 王丰 不必了 这种小事 就不老婆 这是 老三 你跟军林说要去 就不要再争了 小军林 既然你要去夜家 带什么礼物 你尽管开口 我都能满足你 礼物就不必了 我人倒就可以 有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出去 既然萧经理说了 不需要待遇 那我们就看看 他怎么空手得到楚家的原谅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军林 你赶快去吧 我们在这 等你的好消息 好 月姬晚上准备一些人水 对 我怀疑他们 就是当年 刺杀一世的梦 可以说 好 先生您好 这是楚日商务盟成立大会现场 请出示邀请函进入 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没有邀请函的话 可以报名身份 我们为您登记 我是夜家的女婿 萧军林 抱歉先生 今晚有规矩 夜家与稿不得入内 装神龙虎 你敢赛卡我 再会 龙虎哥 你看这人竟如此的大胆 连我 加四大高手都不放在眼里 我看他吓傻了 玄武 他给我轰出去 等等 这小时之前在夜家 狠狠得这个楚小姐 咱们干脆把他压上去 等楚小姐发落 龙虎哥 把这小子放上去 他不会闹事吧 嘿 有我们四大高手跟着 他连那手指头都不敢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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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不进光 别敢吃 elcome beh 欢迎光临我楚家今晚组织的商议晚宴 这场晚宴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成立商民 从合约形式上 彻底孤立叶家 叶家自从几年前 三小姐叶宇飞 被国主赐婚姻 便自诩为上金第一 形式专横无敌 肆意破坏咱们行业规矩 冲金早已让贼人脱进 楚小姐说的对 叶家仗着叶老爷子 留下来的势力 四处打压同行 我们早就看不惯他们了 特别是叶宇飞那个贱货 被国主赐婚而已 那鼻子都要撬到天上去 楚小姐 请您带头 我们一起抵制叶家 既然是未早已 那今晚我楚宇代表楚宇家 再做一次牵涂勇 我再次郑重承诺 凡是愿意加入商盟 共同对抗叶家者 在叶家扳倒之后 享有瓜分叶家资产的权利 好 那么在此我宣布上京商盟 正式成立再多的各位 谁赞成谁反对 我赞成我赞成我也赞成 我赞成 我反对 我反对 这不是叶宇飞那个老公吗 听说他不是成为塔罗斯的 跑这来干什么 小军林 你是吃错药了还是 敢跑到我楚家的地方 我明白了 该不会是夜间叫你来替他们道歉 是 也不是小军林 你少在这里装神动怀 我明摆着告诉你 这里不欢迎你 我现在给你三秒钟 立马给我滚出去 上次在叶家那么得罪楚小姐 现在又跑过来认错 小军林 我看你是吃些忘想吧 就是今晚只有京都排行前十的家族 才能入场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和我们共处一事 楚小姐赶紧叫人把他赶出去 听到没有 哦小军林 这里根本没有人待见你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 赶紧给我滚出去 否则待会被打断双腿双脚扔出去 可就不太体面 你能让谁打你 小军林 虎话还不知道 上京四大高手早已归顺于我楚 他们可是江湖上有名的武 打断你的狗腿 你说的那四大高手 就是电梯里人的四川 小军林 你什么意思 楚小姐不好了 咱们家的四大高 被人打发在电梯里了 咱们家的四大高 被人打发在电梯里了 什么 下去吧 四大高手被打败了 可是楚家花大假 前请来的绝顶高手 怎么可能被打趴下 难道是 诸位 稍安无躁 小军林 没想到你还有些手 既然你敢打晕我楚家四大高手 想必你不是替叶家求情而 说吧 你闯到这里来 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要问问你们楚家 三年前的十一月七日 人在哪里 三年前的十一月七号 那不是 军林侯大人与辞职日吗 好像从那之后 事实上就再也没有了军林侯的消息 小军林顶住这个日子 难道是怀疑 楚家是刺杀的末后黑手 小军林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军林侯遇刺的日子 跟我楚家有什么关系 你别以为你是镇北军出来的人 就可以天下无敌了 我今天就告诉你 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顾大师 楚小姐 你找我 楚小姐 你找我 胡大师 这人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萧军 今天他自己找上门来 还望您能出手 助我除掉他 小事一种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宗师的境界 这人怎么跟军林侯大人如此相像 大人是我亲手从背后给了军林侯最后一击 他不可能还活着 胡大师 你怎么了 没事 年轻人 你刚也听见了 军小姐 叫我杀了你 杀了我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 有没有本事 接我这一掌就知道 我这一掌 有着三十年的功夫 最好 做点心理准备 宗师之辉 一旦出手 必是翠骨拉小啊 小军林的死定了他 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宗师出手 是你 啊 呀 啊 谁 你到底是谁 狗东西 你还没认出我来吗 狗东西 你还没认出我来吗 王上 你没死 顾大师 你才说什么 老夫练着虎混账 有三十七年了 铺天之下 能接我这一掌不死的人 只有一个 是谁 三年前的军林侯 还在三年后的小军林 他就是军林侯本尊 他根本就没死 什么 小军林 他是军林侯 能扛下宗师义长 铺天之下 只有军林侯一人 小军林他 就算他小军林是军林侯又怎么样 顾大师 快动手杀了他 杀我 他还不配 刺杀重担 颠覆国本 收买人心制造垄断 出家出云 该到何罪 肖军林 你胡说八道 你没有权利审判我 是吗 月期何在 王上 这北龙不在 凡是村民者 借口新人的互动 初云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审判 初云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审判你 闲杂人等 偷偷出去 等候发落 你不过是一件女人 算不可能阻止魔法 当年此事 我现在给你 你只要告诉我 我处家背后之人是谁 我便可以考虑少你 哈哈 想知道我处家背后之人 我呸 告诉你 你今天敢动我一下 我处家背后之人 有一万种办法弄死你 是吗 是与不是后天军灵侯亮相仪式 你自然会知道 现在你赶紧我滚开 否则不用我家背后之人出手 光是我哥哥楚云周知道了 就要打断你的狗腿 还真是明文 月姬 交给你了 是 你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你说军灵侯 我会怎么处置楚小姐的 楚小姐 楚家完蛋了 都怪你 非得带我参加什么 圣盟大会 还不是你想瓜分业家 怎么是我想瓜分业家 大人出来了 大人 大人 我们不知道楚家得罪的是您的 还请输罪啊 大人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争个业家了 是原来我们吧 我还请输罪 与飞 军灵 给楚家道歉的事情怎么样了 放心吧 已经搞定了 真的 那你快回来 我在家等你 好 大人 求你们给我一条生路 好不好 你们归着求我 没有用啊 要归就归到叶与飞面前 求他原谅 好好好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请崇散 皇上 目前已经锁定 楚家为幕后揮手 请允许约纪带人 他提出 不仅 楚家背后的那个人 才是真正的凶手 既然他们为我举办了亮相仪式 那就不要打头剑 等到亮相仪式的那天 我会亲自嫌我 到时候也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惊喜 是 是 于飞 很晚了别等了啊快去睡吧听妈的话 妈 军琳还没回来呢我再等等他啊 楚家今天召集那么多人开会 他非跑去出眉头 这回不回得来呀还两说呢 妈 那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他也是为了咱们叶家去道歉的 他一个人以身犯险不说 你非但不感激他还这样说他怎么说了呀 我们也没求着他去 妈 我回来了 军琳你没事吧 没事 谢军琳你还真的回来了 这楚家接受你的道歉了 该道歉的人是他 现在商会已经解散了叶家 没事了解散了 谢军琳到底什么意思你解释清楚 妈 军琳咱们已经跑了一天了 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吗 军琳 我的厨房给你煲了汤 我去给你热一下 端过来 于飞谢谢我自己去吧 说不定呀连楚家的门他都没进去 自己灰溜溜的跑回来了 妈 你以后不要在这儿说他了 请问 叶小姐在吗 王总 李总 你怎么都来了 快快快快请坐 叶小姐 我们不敢坐 叶小姐 都说我们不对 求你原谅我们吗 王总 李总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几位老总啊 你们赶快起来 我们已经不幸运这么负业 你赶快起来吧 叶小姐不原谅我们 我们就不起来了 叶小姐 都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 跑去参加什么 商盟大会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 针对叶家了 我们向您道歉 叶小姐 您要是不原谅我们 我们 我们就伸自己巴掌 别 别别别别 别打了别打了 难道 萧军年真的道歉成功了 别打了别打了 我原谅你们 我们快起来吧 啊快起来吧 预备 我出去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啊 今天晚上你们的道歉 我都看到了 从今以后 如果你们再赞这对夜侠 我绝不轻着 懂了吗 懂了懂了懂了 还有啊 关于我的身份 在亮相之前 务必猛 是是是是孝大人 滚吧 孝大人 你的身份 还要瞒我多久 成婚孝大人 我刚刚可都听到了 他们三个对你那么宫敬 快说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玉飞 你会因为我身份的高低 而选择对我的态度不同吗 不会 我会像每一对新人结婚时 说的誓言一样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都对你始终如一 玉飞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萧军林 死身不服 这个是你说的呀 哎 大半夜的干什么呢 妈 你怎么出来了呀 我怎么出来了 我要不出来啊 这养了二十几年的白菜啊 就要被猪拱了 都还没结婚呢 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 妈 你真不管 像个老古董 我不管 我就是老古董 所以这萧军林啊 有点小本事 但是没到新婚之夜 我不许你没落在一起 好了好了 赶紧进去睡觉 明天啊 好好去老太军那里呢 去奶奶那干嘛呀 这萧军林不是啊 帮咱们叶家办成了一件大事啊 这老太军呀 明天要召集全族的人 给他开镜红宴呢 真的吗 嗯 太好了 军林 我奶奶忠认可你了 真是太好了 军林 我进来 小语 小语 你怎么样 谁干的 啊 是谁把小语打成这样 初夏姐今晚 在天一酒店举办的商风大会 准备对付叶家 结果 小剧能带人闯上会场 等他再出来时 小姐就已经这样了 废物 你们是干什么呢 啊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我们只是外文安保 只要会场里面的人 全部被小军林打仗残废 包括四大高手 还有 还有什么快说 还有处小姐起来 拿到东室 也被打到植物人了 什么 这小军林到底是何方神圣 既然这么厉害 喂 七大人 你们储家在干什么 为什么 才与储女大公使手 被打成了植物人 七大人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会成 这个小军林 把我妹妹也打成傻子了 小军林 对 就是那个叶宇飞嫁给的臭民工 小军林 七大人 难道你认识他 天下能杀掉我 何又叫小军林的人 只有一个 不知道的是谁 七大人 您可要为我们储家报仇啊 我知道 你且照我说的 业业家 发一份亮相仪式的邀请凳 邀请他们出席后天的仪式 再到那天 我会亲自出生 是 来人 业家发邀请函 是 小军林 我看你还能蹦打几天 小军林 你快去看看 你飞的一家来了没有 好嘞 这次啊多亏军林啊 去出家道歉 让我们业家啊成功躲过一劫啊 就是啊 多亏了小军林 昨天晚上啊 我接了十几个家族打来的电话 不仅恢复了跟咱们家的合作 而且还说要加大合作力度 真的 是啊 真呀 那可太好吧 你不知道这小军林去楚家 做了什么 让各大家族态度 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的 小军林他指不定是去楚家下跪磕头 且求原谅了呢 这也太丢人了吧 丢人丢他们家人 也不丢咱们叶家人 好了 不要说了 小军林下跪也罢 磕头也好 那都是为了我们叶家做出的牺牲 一门啊 我们要对人家客气点 是好好 尝他一下啊 奶奶知道了 余飞家到了 哎呀哈哈哈哈 哎呀 来来来来来 快坐啊快坐啊 走走 妈 我们家女婿 我叶家立下这么大功劳 你还让站着呀 你们两个请问一下 奶奶 你身边可一直都是我家坐着的 好了 听话 赶紧让我 来来来来来坐 一秒 叶欣欣 你是不是忘记了你之前说的话了 我说什么了 你说我只要阻止伤盟的成立 你就要喊我一声歌 现在是不是该喊人了 那都是开玩笑的 我要是喊你歌 那岂不是乱了辈分 那有什么乱了辈分啊 那军林啊 本来就比你长几岁 你叫声歌啊 也没错 哥 这就对了嘛 我的好侄女 你呀 该在你家该站的位置站着吧 哈哈哈哈 这次啊 肖军林成功阻止啊 商盟成立 并进一步促进叶家各个大家族进一步合作 实属手工一键 在此 我正式宣布代表叶家 正式接受这位家训 好 姐夫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啊 请你 到此关照 好好好 除此之外呢 叶与飞之前啊 也促成了和夏洛飞的家族千亿的合同 也是打工一件的 在此 我宣布正式立叶与飞为我们的家族继承人 好了 奶奶 家族继承人明明是我 你怎么能说换就换人呢 叶清清 你和你的父亲 在家族做了这么多年的化石人了 来 为家族做过多少贡献的啊 就是 他不过是去楚家摇微起言了一通 我们叶家什么时候轮轮到白条狗当英雄了 叶清清 我请你把话说清楚啊 什么时候摇微起言 哼 你昨晚不是跪在楚小姐面前当狗一样求他 那你是怎么得到楚家原谅的 你说啊 你说给大家听听啊 叶清清啊 你搞错了 我从来就没有求过楚瑜 那你做了什么 我先是打断了他的双腿 然后又把他变成了一个傻子 杰林 你开玩笑的吧 杰林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没有乱说 昨晚我去了天际酒店 不仅打断了楚瑜的双腿 还打残了楚家的四大高手 最后上京十大家族的人跪在我面前认错 我没有同意 我让他们去给叶家道歉 昨天晚上 雨菲你都看到了 昨晚那些来下跪的人都 都是被你打来的 怪不得 他们那么怕你呢 肖军林 你一想着又犯了是吧 就凭你一个人 打残楚家四大高手 还打断了楚瑜的双腿 你觉得你说这些话 有人信吗 就是 小潇啊 你好面 你不想说出了 你去楚家当面 本人赔礼道歉的事情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至于 美化成这个样子 就是 有这些大话呀 不能随便乱说 这楚家好不容易 才原谅了咱们 这万一被楚家人听到了 我们怎么收场啊 奶奶出大事了 怎么了 我这收到这个消息 楚家二小姐昨天晚上 被人打断了双腿双脚 脑袋还被人打散了 什么 我就说肖军林 怎么可能得到楚家的原谅 原来他是靠着一身蛮力 把人家打出来那样 完了完了 这下真完了 这次天真的要他了 肖军林 你昨晚都出去干了什么好事啊你 哎呀 君林啊 做事不能这么急躁 这下 这下我们怎么收场啊啊 我靠 姐夫 你也太残暴了吧 军林 你太冲动了 我买点叶家 居然毁在一个外人手里 小军林 你场下如此明天大祸 你说该怎么办 不怎么办 不怎么办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这是准备让我叶家一大家子人陪着你等死吗 我看他就是个疯的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赶紧收拾东西 这没搬家吧 搬家 奶奶 咱搬哪去啊 我叶家族上 曾经考虑过叶家有一天会遭遇灭顶之灾 在南都留了一所宅子 这所宅子 位置隐蔽 是我们叶家一族保全性命的最后去所 趁现在啊 出家还没有发现 赶紧走吧 奶奶 你这是 要跑路吗 叶家都要亡了 不跑错什么 可是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还有这么多东西 咱怎么走啊 你还好意思说叶家人 这一切都是你家那个灾心害的 还在那里笑 小军林 我们叶家都要大难离头了 你还在笑什么 我笑 叶家都是一群书 我就搞不明白了 同样是上京的一流家 你们叶家为什么建了楚家 就比耗子建了猫还不如 小军林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我们叶家的男人 没有骨气不成 楚叶两家 同列上京三大家族之一 论财力 虽然说叶家这些年有所没落 但完全没有被楚家拉开绝对的差距 论武力 楚家以前仰仗的也不过是四大高手 完全是可以花钱请来的 但我看来 叶家根本就没有任何惧怕楚家的道路 可看看你们在座的各位 除了岳宇飞以外 你们一个个对楚家卑躬屈膝 一再忍让 就算别人骑到你们的脖子上 你们也不敢吭声 楚家要娶叶飞 你们就双手奉上 楚家要联合其他人打压你们叶家 你们去卫卫算 现在楚家找上门来了 你们却想着怎么跑路 我看你们叶家 完全就是一帮酒囊三代 自从叶千山老爷子去世以后 上京叶家 早晚得毁在你们这帮废物上 肖军林 你就是在教育我叶家 放肆 你算什么个东西 竟敢这么说我叶家 你有什么资格 竟敢如此口出黄言 若不是与飞是你们叶家的人 你们连被我教训的资格都没有 烦了 烦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人家 大逆不道 小经理 我看你不配当人 妈 我觉得军林说的对 我们叶家失去骨气太久了 如果 吾家来找麻烦让他来 倒要让他看看我们叶家有没有男人 哼 我也支持军林 放肆放肆 军林胡闹 你们也跟着胡闹 你们就不动脑子想一想 我是怕楚家吗 我是怕楚家背后的人 请问 叶老凯君在吗 请问你是 叶家的人听着 这是军林胡大人亮相仪式的邀请函 楚先生让我交给你 并且让我叮嘱你 一定要带着叶家全族准时参加 这这楚家是什么意思啊 奶奶 你还不懂吗 亮相仪式 楚家背后那位大人物肯定也会出席 楚云州邀请我们叶家 肯定是心事问罪的 对 他肯定想趁死机会收拾我们叶家 这次的仪式大点 咱们绝对不能去啊 可是我听说是亮相仪式 上京有头有脸家族都去 我们不去 岂不是太留脸了 更何况这是军林胡大人的亮相仪式 我们家要故意不去的话 可能 影响会更坏 意思是 现在不管去不去 反正都是个死 叶与飞一家不是很有骨气吗 那就让他们一家去啊 对 就让他们一家去 老三 你你去惹脸的麻烦 你们自己来处理 妈 老大军 这明明是跳火坑的事 你叫我去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我再有骨气 我也不能带着与飞去送死啊 我去 我去 正愁没有邀请凡的 这楚云舟就把邀请凡送到家里 哟 还真是没见过 送死比吃饭还积极的人呢 哎 我怎么觉得 俊宁哥人家是敢作敢当的 叶玄 你胳膊肘往哪拐的都闭嘴 小军林既然要去 那就让他去 其他人 除了叶玉飞一家 都跟随我即刻启程 前往 难度避难 凭什么呀老太军 凭什么处了我们一家呀 我们叶家都被你们害死了 你们还有脸跟着呀 最好祈祷 天啊 出家把小军林打死 平息出家的怒火 把你们赶出叶家 永远跟你们铁青关系 小军林都是你 你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我们一家都要被逐出叶家了 妈 别说了 明天的亮相仪式 我陪俊林一起去 傻女儿 你犯什么傻呀你 我也去 我堂堂叶家 不能让全上京的人看我们笑话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的 爸 你就在家里好好照顾我妈 你不用去了 那 那明天有人欺负你怎么办 是啊 军林会保护我的 我相信他 叶伯父 你安心在家里待着 我向你保证 一定安全的把雨飞送回来 好 军林 我就把女儿托付给你了 等你们回来 我亲自为你们组织婚礼 哟 还真是感人呢 我眼泪都要流下来喽 行行 不管他们 咱们赶紧 奔老太君走 嗯 雨飞 你干嘛为什么愿意站在我这边 因为你每次说完大话 最后都能变成现实 所以这次我无条件相信你 一定能搬到储家 可以做完这件事 明天晚上我就把自己给你 你不害怕你妈 咱俩俩 我 俊丽 我们今天来这里真的没问题了 放心吧 可是 我还是有脸吧 哟 真没想到 赵俊丽 你还真敢来呀 啊 叶雨飞 你以前身边 可是没有任何男人能靠近的 没想到几天不见 你就变成一个骚狐狸了 我娄我老公 关你什么事 我劝你给我好 我又有这么大敌意吗 我是怕你老婆啊 这么的浪 万一哪一天他不小心 跟你戴顶背帽子 那可就不好了 不过 你嘴巴放干净 叶雨飞 你对我大呼小叫什么呀你 啊 啊,老子不再是以前那個跟在你屁後面的舔狗了 我告訴你,我早就不在你這個書上吊死,我現在左擁右棒身邊的女人多的是 你在我眼裡,那不過就是個很普通的小母狗吧 哼,我想怎麼羞辱,我就怎麼羞辱你,閉嘴 你要是再敢多說一句,你的妹妹就是你的下場 我問你個小軍力,你敢打我 行,你給我等著 我妹妹的仇跟這一巴掌,等會兒,我剩你十倍瘋狂 你現在不敢動手,是在等你們楚家背後的那個大人物 是又怎麼樣 好 那我先進去 你慢慢等 等你背後的那個大人物到了,想要替你出頭的時候 記得讓他來仇 我等 那我讓你踩 忍 忍 忍 合手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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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 给我等着 各位 今日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从五湖四海过来 都是为了共同见证一件大事 那就是踏平北境王庭的军灵侯大人 今日将正式公布身份 军灵侯大人一生充满了传奇 曾经有一句话将他形容得很道理 那就是生为人杰 户九州 死为鬼雄 万无青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盖世英雄 生前却极少露面 直到今日 他的尸首成埋北境三年之后 仍旧有大批的人 不知道他们的守护神的尊容 这样的待遇 对于一位英雄来说 是不公平的 所以今日 我楚家受国主之托 为军灵侯大人 举办一个小小的亮相仪式 让世人共同见证 军灵侯大人的真容 来 有请军灵侯大人的照片上场 君灵侯大人 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从小都是听着他的传奇故事长大 但遗憾的是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真容 英雄不该无名 今日 我们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等等 我亲自 什么 怎么是他 这 这是不是搞错了 这就是军灵侯大人本尊 你目光短浅 就不要出来丢人心 怎么 你对王上的形象遇见 不不不 不敢 不 你真的说军灵侯 我跟你坦白过很多回来 哥 他们都说你死了 当年策刁之后 我在前来英雄去你的路上 有人陷害 后来是我受伤失忆 三年了 这背后之人也该现实 贵侯 你做出那副表情干什么 副统领 是你 副统领 你也来了 王上 这这照片是不是搞错了 这怎么是萧军灵呢 因为他就是军灵侯 什么 那那岂不是他没有死 对 但亮相仪式继续进行 镇北军四大战神何在 是 军灵侯大人五威盖世 护国护民 无备 三鞠躬 致谢 都给我支起腰来 皇上 你竟然还活着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说 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 皇上 别叫我皇上 你不配 当年你只不过是镇北军 一个不起眼的虎 是我赏识你 提拔你 给你机会 让你一路坐到了副统领 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 可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 在我侧封大铁的日子上 埋伏我 刺杀我 跳到我身边所有的护卫 想要害死我 还在这三年里 你倒是炫耀说我已经死了 妄图让君临红成为历史 如果这都不算背叛 那你说什么才叫背叛 什么 当年刺杀王上的凶手 竟然是齐天 敢分下如此尼箭之事 王上 末将阅记 恳请首任逆贼 王上 末将虎父 恳请首任逆贼 王上 末将神武 恳请首任逆贼 王上 末将猪龙 恳请首任逆贼 齐天 多行不义 人人得而诛之 你现在还想说什么 王上 我从未背叛了 你看看这个 就都明白了 萧军林 功高震主 不识礼数 于十一月七日 封赏大典后 斩 萧军 我接到御灵后 一个人做了三天三夜 我不想做罪人 我更不想拔剑像你 当国主的御灵 不得不从 那日刺杀 最后时刻 是不是你下令让我离开的 是 是我下的命令 否则那日 你必死无疑 因为没能带回你的尸首 这三年来 我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直到今日 我终于争取来了 为你举办亮相仪式的机会 王上 只要替仪式办完 军林侯就会真正的死去 你才能得到解脱 王上 请您继续仪式 您快胡言 王上乃一带天脚 国主总会下令刺死 这封御灵 肯定是你伪造的 一定是你 想弄害王上 王上 千万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我这就杀了他 住手 起来吧 七天 我相信你 王上 他可是当年四十二年的元兄 你怎么能相信他 王上 千万不要听他 妖言获重 那封密令肯定是假的 众将听令 上前鞠躬 拜别军林侯 王上 不能拜 王上 如若你今日对着这副照片拜别 那你前半生的所有荣耀都将随之消失 这世间 就在我军林侯了 王上 拜不得呀 这一拜 你就是普通人了 王上 你要考虑清楚 你这一拜 你所有的名望 财富 地位 都将消失 你将就此失去一切 谁说他会失去全部 军林 就算全天下都抛弃了你 你还有我呢 你的下半辈子 我养你 雨飞 你 你真的不会嫌弃我吗 军林 其实 我觉得你是一个普通人也挺好的 如果你真的是军林侯的话 那我跟你相处起来 也会很有压力的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便卸甲归天 王上 你 月姬 需要我再劝 现在我以军林侯的身份 下最后一道命令 所有人 鞠躬 一拜 军林侯 铁马金刀 踏碎王庭 灌三军 二拜 军林侯 五威阵势 昆蓬展翅 盖九州 三拜 军林侯 莫文前程 铁下谁人 顾时军 通此以后 世上在五军林侯 只有一个无名小族 还有我 无名小族 齐天 齐天 你这是 小哥 这三年 我为你背负的太多了 这身满袍 我早就不想穿了 胡闹 这么多的兄弟弟 我最看重的就是 这一路的代表 就是为了让你以后 可以顺利的接班 现在你已经是 镇北军的副统领 过了今天 你就可以 名正言顺的接替我的王位 你现在要跟着我 卸下归天 绝对不行 齐大人 您可千万不能退人 您可是我们楚家的靠山 而且 您答应过我 您要帮我教训这个 萧军林的 难道您忘了吗 朱云正 你不想活了吗 萧军林是我大哥 你去许楚家 敢等我大哥一根毫毛 我命你满门 齐大人 这个萧军林 已经谢家归田了 现在 就剩下他们四个在这儿 蹦他 你一定要留任 到时候我们楚家 跟您强强联合 把他们这四个战神 给搞下去 到时候 这天下 不就是您的吗 齐大人 您觉得我说的怎么样 我觉得 你在放屁 啊 这 楚云正 我警告你 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 不要打扰我们兄弟 跟大哥说话 你要是赖着不走 我告诉你 就算我退下来了 我也有一万种方法弄死 我给你三秒钟 齐大人 我们楚家 好不容易巴结上你的 您千万不能退任呢 废话 真 赶紧滚 再让我看见你免疫漫漫 我滚 我滚 小哥 齐天遂已谢家 但仍然跟随小哥 小哥以后若是要去商场打拼 齐天愿尽绵薄之力 好兄弟 有信了 有你这句话 以后 我一定会带着你的 小哥 月姬 也要谢家随你 小哥 琥珀 谢家随你 小哥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 镇北附统 还有四大战神 还有军林侯 今日全部退役 这是要放任墨北 让敌人踏平吗 小哥 墨北 早就已经被你踏平了 现在只有牛羊成群 哪里还有什么敌人啊 小哥 我们退下来以后 下面还有一群狼崽子 偶偶叫的要上来的 小哥 当年国主 赐死于你 应该也是这个考虑 你若在军林侯的位置上 一坐三十年 你让下面的人 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 方法是好的 但是手段可能有一些激烈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现在天下太平 我们几个兄弟 全部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 以后就好好过日子 鱼妻弄死 平淡一生 小哥 咱可不能平平淡淡的下去 咱必须得干一件大事啊 什么大事 当然是你和嫂子的婚礼了 玉飞 我们的婚礼 你想什么时候去办 我昨天不是说过了吗 只要你今天能活着回来 今晚就给你动房 哦 哈哈哈哈 要要要 小哥 你看你把嫂子给急的 都迫不及待了 闭嘴 还不赶紧给小哥订酒店去 哎 择日不如壮日 咱们今天啊 就给小哥热热闹闹的办一场 对 好 走 走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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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